你能想象这个男人有多重吗? 他已经胖到无法下床,连坐起来都是一种奢侈, 臃肿的脂肪彻底淹没了他的脖子, 似乎从未存在过,浑身的坠肉摊成一坨, 把他牢牢固定在了床上, 这张一米八的小床成了他的一切, 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。 这个男人叫卡尔,年龄32岁, 体重达到恐怖的825斤, 成为英国最重的人, 他的事迹登上了当地新闻头条, 卡尔同时也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, 超长的体重为身体各个器官带来了严重的负担, 连正常说话都要大口喘气, 卡尔极度厌恶自己的身体, 身上的肥肉怎么都甩不掉, 深深陷入脂肪的泥沼, 这间房子对他来说是所监狱, 隔绝了一切亲友间的社交, 卡尔的生活完全依赖他人照顾, 包括上厕所, 今天是好友在为他做饭, 当做好的食物端到面前, 卡尔却嫌分量太小, 希望好友能够再给自己来一盘, 即便已经胖到危险的边缘, 他仍旧放不下对食物的执着, 朋友只能再次端上一盘让他享用, 卡尔每天摄入的热量超过一万卡, 是普通人的四倍, 每天除了进食没有任何娱乐项目, 他连看电视都无法保持坐姿, 实在无聊只能听一会儿音乐, 卡尔每月可以领取700英镑的补助, 其中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购买食物上, 有时候没人来照顾卡尔, 他直接给了附近快餐店老板一把钥匙, 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外卖送到床上了, 老板说卡尔六年来在他店里点了22000英镑的快餐, 以免知识汉堡, 薯条和冰淇淋, 每次都是一大份才能填饱肚子, 卡尔825斤的体重让人严重担心他的健康, 萨默斯医生表示, 他的心脏和肺部一直在超负荷运载, 无法保持充足的氧气和血液供氧, 这才导致说话都会喘气, 卡尔随时有死去的风险, 要么心脏罢工, 要么呼吸骤停, 小时候的卡尔其实并不胖, 一直是正常人体重, 十多岁时才开始对食物上瘾, 随着母亲的意外离世, 才真正开始陷入暴饮暴食, 三年时间内体重长到了381斤, 现在卡尔的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, 晚上睡觉时常出现呼吸暂停的情况, 把他自己也吓得不轻, 有时上一秒还在说着话, 下一秒就陷入了沉睡, 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告, 医生不得不为他安排检测仪器, 一般人的血氧浓度会保持在95%到99%左右, 卡尔的血氧则低到了89%, 最少的时候是82%, 如果再不减轻体重, 这张床将是他的最终归宿, 营养师陆西上门提供帮助, 当他要求卡尔每天减少1000卡的热量摄入时, 卡尔显得异常激动, 他不想一次性减少太多食物, 自己重达825斤, 食物减少肯定会饥饿, 陆西告诉他目前的身体情况, 并让他想象减肥成功后的自己, 未来还有太多精彩的事情没做, 这张床绝不是他的终点, 在陆西的耐心开导下, 卡尔同意了最初的减重方案, 他开始尝试健康的饮食方式, 尽管一开始比较艰难, 他处处嫌弃减肥餐, 感觉根本不是人吃的, 但卡尔还是在慢慢适应, 萨莫斯医生上门检查了他的身体情况, 为减重手术做风险评估, 卡尔的腿部因肥胖已经出现了溃烂的情况, 异常隆起的胸部也在阻碍着呼吸, 好在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出现明显的创伤, 但肥胖多年的身体还是为手术增加了难度, 萨莫斯医生告诉卡尔, 减重手术他只有五成的把握成功, 如果能减掉更多的脂肪, 身体状况出现好转, 手术成功率将会相应提高, 卡尔表示会努力减重, 争取在一年内离开这张囚龙般的床, 然而卡尔最终没能等来手术, 节目组离开三个星期后他在睡梦中离世了, 卡尔的身体早已处在崩溃的边缘, 如果他能早日开始节食减重, 或许还有回头的余地, 相比之下同样肥胖的托马斯稍显幸运, 他体重508斤, 不仅体型肥胖, 更有严重的心理问题, 托马斯极度害怕社交, 担心陌生人歧视的眼光, 宁愿把自己关在家里打游戏, 也不愿出门散散步, 好在他还有家人, 托马斯有老婆和两个儿子, 家人都希望他能减重, 每次看着镜子中的自己, 托马斯会感觉像个怪物, 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认为自己是失败的, 并且不想成为家庭中第一个因肥胖而去世的人, 托马斯从小就胖, 以至于经常被玩伴取笑, 养成了内向自卑的性格, 即便他结婚以后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心理, 对家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, 现在托马斯已经下定决心减重, 食物基本只吃低脂的肌肉, 一个月后他减掉了15磅, 他对这个成果感到很满意, 这完全是凭借自己努力减下的体重, 托马斯的梦想是带着家人一起去公园散步, 这次成功地减重给了他十足的信心, 托马斯已经可以跨出家门了, 他今天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前往公园, 儿子显得异常兴奋, 他们几乎没有跟爸爸一起出门玩过, 托马斯的心理依然没有完全放下, 还是在担心陌生人的眼光, 好在今天公园没有太多人, 他心里的抵触情绪逐渐在放下, 虽然托马斯距离恢复正常体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 但他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, 这次陪家人来到公园也让他重拾了信心, 他坚信自己很快会有第二次来公园的机会, 为了家人更为了自己, 托马斯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减肥的道路, 相比卡尔的孤独减重, 托马斯是比较幸运的, 卡尔直到生命结束前夕, 也没能完全下定减肥的决心, 他似乎更依赖外界的帮助, 而不是从自身改变, 如果卡尔能早点发现这个问题, 也不至于胖到825斤, 托马斯则有家人的陪伴, 也更有减重的动力, 所以才避免了胖死这条不归路, 也希望卡尔的故事能够给肥胖者一些警示, 不要纠结于过去肥胖的自己, 努力改变眼下的肥胖困局才是最终的出路, 我是邦德, 喜欢本视频记得点击订阅, 带你看更大更广的世界。